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还会在明年的下半年才可以恢复到比较温和的水准 供应链吃紧导致各种零件供应短缺 包括了汽车制造商所需的半导体等等 而且在劳动力普遍短缺和产品需求依然强劲的情况下 美国在9月份的这一个物价比是比去年同期还要再高出5.4% 升高了对于经济复苏方面的隐忧 好 接着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亚桑杰方面朋友们还记得他吧 由于英国的法官在今年稍早驳回引渡亚桑杰的请求之后 美国会在27号会提出上诉 寻求以揭秘网站Wikileaks创办人亚桑杰公开军事机密为由 把他带回美国受审 英国的法官是在1月间以亚桑杰有自杀风险为由 驳回美国申请之后 华盛顿表示非常失望 现在美国希望能够在27号开始的两天聆讯中 推翻上诉的裁决 美国所主张的是申请上诉期间 专家证据显示亚桑杰没有自杀风险 英国法官忽略了这项证据的重要性 另外在地方线的报道包括了旧金山 有炸弹气旋 昨天强势的侵袭 才惨遭野火蹂躏的美国北加州 结果是一片汪洋 多处还引发了土石流 在旧金山地区则吹起了强风 沙江缅度有多处的停电 在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中心 也形容这是一个炸弹气旋 还说西岸月料会降下多达254毫米的这个雨量 美国的天气现在因为气候变迁 是越来越恶劣了 老旧的电力设备不堪负荷 每逢天灾停电就成了家常便饭 除了造成生活不便 更是时有人命损失的消息传出 而媒体报道在去年 美国平均每户停电超过八个小时 而是五年前的一倍以上了 专家则认为电力网必须要升级 才能够应付日夜严重的气候问题 而在政府官员却不愿意要求用户 为这一些升级的花费 这一些投资来分担这个花用 在现在就可以看到几乎在美国是 每逢天灾就有地方要停电 现在电网老旧对于气候变迁来讲 是越来越难以抵挡了 好 其他方面我们看一下 这是在直篮方面 美国职业篮球NBA 布鲁克林篮网的球星尔文 他因为拒绝接种COVID-19疫苗 被判禁止出赛 也有一群支持者 昨天就在篮网的主场开幕战前 在巴克莱中心的场外进行抗议 部分示威者并且突破了封锁 闯到了入口处 而国际拍卖公司Fobies则说 美国职篮NBA篮球之神Jordan 他直牙生涯当中 早期所穿的一双球鞋 昨天以将近150万美元的天价落锤了 刷新比赛用鞋类拍卖价格的记录 这是一双红白战鞋 他也是Michael Jordan在芝加哥公牛 还是菜鸟记的第五场比赛时 他是穿的 之后Nike推出所有Jordan的 周边产品都在厂内外掀起了轰动 另外我们也同时看到经济方面 还看到国际的小麦价格 近几个月来是一路的飙涨 如今已经逼近历史高点 主要是从北美大草原到俄罗斯等小麦 主要产区在闹旱灾 对全球小麦产量还有库存都造成威胁 所以小麦是做什么的呢 朋友们我们的面包我们的蛋糕啊 所以在未来蛋糕面包有可能这个价格是蠢蠢欲动 要开始往上涨了 是否应该要自己来学习一下呢 自己学习做面包做蛋糕 你还是要买它的成本 它的面粉呢 所以一样的成本上涨 好这是美国方面的新闻 不过在结束美国新闻以前两则我们桥舍的新闻 在这带给朋友们 一个呢 当然是跟新冠疫苗相关的 到底要不要打第三针 需不需要呢 FDA和CDC都已经同意批准了 在Johnson & Johnson Moderna 还有更早在Pfizer方面的加强针的这一个接种 而且呢是已经展开 在现在就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 在桥舍方面的话 如果你现在想要知道接种方面应该选择哪一样 有什么影响 你都可以和美服药局直接联系 美服药局现在提供 不管是第三季 还是我们所谓的加强剂方面的接种服务 你不需要预约 你走进去就可以 但是要提醒大家 请你记得要带上你的你的这个登记的白色疫苗卡 请大家要记得把这个疫苗卡一定要记得带着 然后呢 你如果有自己的保险 也请你带着 到这个美服药局 在Corporate上面 Trinatown在这个精英广场 就可以在里面接种 你不需要预约 走进去就可以 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和美服联系 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的电话是2815062453 2815062453 美服药局也在这提醒大家 在现在呢 冬季的流感季节即将要展开了 所以一定要记得 你也应该要接种流感疫苗 这个是不能够轻忽的 希望朋友们也不要忘了 在你接种啊 就是COVID-19的不论是Booster加强剂或是第三剂 你都应该不能够轻忽你流感疫苗的接种 而谈到了这个COVID-19的疫苗 也同时提醒您防疫专家 这是白宫首席防疫专家Dr. Fauci昨天就说 5到11岁儿童的疫苗可以在11月上半月就可以提供 并且Dr. Fauci预估今年底前将会有许多的儿童完整接种疫苗 所以在美服方面也同样会提供这一方面的服务 请您和美服药局保持联系 电话联系你可以打281-506-2453 好最后我们则是带给大家 在过去这个周末 这是亚裔商会的年会 特别邀请了前劳工部长赵小兰参与 是晚会的主讲人 而在现在Harris County的法官Hedago也在会场致辞 在昨天的这个亚裔商会的年度晚会当中呢 由现任会长于斌在开幕致辞 感谢在过去亚裔协会为协会当中奉献服务的理事们 以及呢在过去这是疫情当中啊 努力不懈的协助民众通过这个是疫情的冲击 同时也为所有在过去这段时间 对于在China Town中餐饮业的业者们 协助他们在疫情的冲击下 可以顺利的通过 谢谢感谢所有的理事们 在过去这一段艰苦困难的时间当中 所提供的一切支援 而在Harris County法官Hedago也为在亚裔商会 在这个疫情期间 以及在现在后疫情的时期 商会在社区里边的贡献 主讲人则是前劳工部长赵小兰 部长也在致辞当中 在演讲当中 除了甚在亚裔商会 在过去为社区 为亚裔中小企业和商家们 以及从业人员和年轻朋友们 所提供的各项协助以及机会 也展望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更多的计划协助年轻朋友们 协助在创业当中的 这业主们都能够有自己 创下自己的一片灿烂阳光的天空 而在昨天呢 也很开心有一个难得的机会 可以特别 这简短的专访 赵小兰部长 那么赵部长呢 也在访问当中一开始啊 就向所有优秀的亚裔美籍华人致敬 那么也表示呢 她自己还有一个姐姐 就是从纽约搬到我们的Austin 所以呢 她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也祝大家要有信心 要有勇气啊 Thank you so much, Pamela for inviting me to be on your show I'm here for the Chinese-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nual Gala and we're going to be honoring all sorts of wonderful Asian-Americans, Chinese-Americans I've been in Houston now for the weekend yesterday I met with some community leaders and Sunday I'm going to be meeting with 150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interns and their parents Houston is a wonderful place I've come on various occasions to attend Asian-American events and other events and I actually have a sister who has moved from New York to Austin, Texas So I want to say hello to everyone wish everyone well and also to have faith and courage 接下来呢 我们就晓得 赵部长 这个从小算是 小小小小小小留学生 二年级 小学二年级 就随着父母移民美国 当然留学生 第一代移民 在这里 言语不通 文化 没有办法连接 这个连饮食方面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每一个第一代移民的朋友们 你我都体验过 赵部长也同样 和你我一样 从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成长 也从这样子的经历当中茁壮 而谈到了对于 就是移民们来到这里 既背负着原有的文化 原有的价值观 但是也必须要融入 这一新的土地 融入新的生活的方式 新的价值观 在部长方面 分享了他的看法 他的心得 我们听听看 部长是怎么说的 being an immigrant is not easy but I know that if we hold dear our Chinese values Asian American values because that is who we are and not forget that we can also try to access mainstream America and take the best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at is what my parents always taught their children I have five sisters you know and my parents always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 good person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learn what's best in America but never forget our Chinese culture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部长 好 刚才部长就说呢 成为移民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也晓得 我们每个人都珍视 我们自己中国的价值观 亚裔美国人的价值观 因为要这样子 我们要晓得 亚裔美国人的价值观 也保留我们原有的价值观 在里边融合一块 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不要忘记 我们虽然是移民 但是也可以尝试 进入美国主流 并且呢 在东西方之间 可以取得最好的成绩 他特别谈到 这就是他的父母 给他们五个姐妹的教育 一直教给他们 他的父母总是要告诉他们 要为社会做贡献 要在这个地方 学习最好的东西 在这里是哪里 就是美国 要学习美国最好的东西 但是同时也不要忘记 自己中国文化的背景 好 这就是简短的 和赵小兰部长的访问 好 朋友们 这就是在美国方面的 重要新闻 我是胡美剑 德州中文台 下边和我一同关心 国际方面的新闻 在我们的国际新闻 我们第一个先看到 这是非洲国家 苏丹的这个新闻部 在今天说 他们的国家 现在正面临全面的军事政变 呼吁军方即刻释放 所有被拘留的人 包括了美国 欧洲联盟 联合国跟阿拉伯联盟 现在都对这个政变 表达关切 另外呢 在疫情方面呢 现在葡萄牙在10月1号 解除了大部分 COVID-19的防疫措施 不过呢 在首都里斯本 生活日常 还是和大流行期间 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包括了首部的消毒液 还是无所不在 大众交通 仍然强制搭乘的民众 必须戴口罩 所以疫情之后的生活常态 是如何的面貌 葡萄牙在现在向欧美国家 展示了一个他们的安排 另外呢 在澳洲方面 澳洲当局现在提升 疫苗接种率的凑效之下 最大的两座城市 包括了雪梨跟墨尔本 现在如愿松绑防疫限制 居民也开始享受 更多的自由之际 政府着眼祭出 COVID-19追加剂的 实打计划 要防止疫情死灰复燃 随着澳洲成年人 COVID-19疫苗完整接种率 达到将近75% 当局逐渐把注意力 转移到追加剂上面 澳洲全国施打计划 在二月启动之后 有将近80% 70%的16岁民众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了 另外呢 澳洲的国防部长也在今天表示 面对中国可能会以武力犯台 在澳洲方面则说 他们的做法就是坚持和美国同进退 同时呢 在对于在这个社群媒体方面 今天有很多澳洲的新闻 这一个呢 澳洲也公布的草案 就是要求社群媒体公司 取得16岁以下用户 必须要有家长同意 否则就会面临数百万美元的罚款 所以在现在社群媒体的普及上面 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呢 我想朋友们现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体验得到 那么在各个不同的政府或者国家 现在也都开始有不同的方针做法 希望能够改善 或者是说防止更多经由社群媒体 对于青少年或对于社会 对于这个平静的世代 造成任何的伤害 更进一步的伤害 好我们在新闻方面则看到呢 在现在呢 目前啊是市场看起来呢 看知道物价越来越高了 最主要呢是因为在不光是通货膨胀 另外一个是在运输方面 在物价的这一个原料方面 这来回运输运输方面是似乎是有一些问题的 虽然市场对全球海运的运价崩跌 现在还是传闻不断 可是根据在上海航交所公布的运价 现在是处于淡季 市场的运送价格表现 算是相当的平稳 翻映出市场是需求近 还是很强劲的 所以呢 全球最大的海运业者 马士基已经表示 11月1号起 他将会增加直接托运人的这一个货物了 所以呢 在海运方面应该来说会越来越繁忙 也会越来这个价位 应该会越来越贵了 好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新闻 好在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让我们在座和我一同关心 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朋友们 在中国方面的新闻 第一个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5号上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 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 发表谈话时 他细数中国在联合国的贡献 强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 实践多边主义 习近平表示 第26届联合国大会 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 第2758号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 他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的50年 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 而中国多家房地产企业 没有能够按时兑付美元债券的利息 引发了市场担忧 媒体则说 中国发改委召集了部分房屋地产企业 在今天开会 参加企业以发行美元债的大户为主 目的则是在厘清整体美元债的相关情况 中国国家发改委召集了 这么多家的房地产的企业 在北京今天开会 目前已经有多家企业收到了通知 而且与会者都是以大量发行美元债的企业 作为主要的目标 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也在今天表示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的关键 是要重塑互信 并且表示涉及了历史 台湾等事物的一些事关两国关系政治根基 是不能够有丝毫含糊 更不能够试图采现余举 王毅在今天在第十七届 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上 以影片发表致辞 这是每年一度的中日官民互动交流平台 在今年的论坛主题则是 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 即重塑国际合作 迈向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思考 另外和日本方面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透过影片 在这一个会议当中特别谈到 台湾的问题相当的敏感 日本不能够试图采现余举 而日本的媒体则解读王毅的这个举动 目的是在牵制刚刚上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王毅在这个预录影片致辞时 他说台湾问题是重大而且敏感的问题 牵涉两国政治基础 他要求日本遵守触及一中原则的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不能有丝毫含糊 更不能试图采现余举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 在中国近期面临了 包括共同富裕 监管 反垄断 还有限电等议题 同时 经济成长都能逐渐趋缓 也引起了关注 所以在新华社 也在昨天罗列了世界所关注的 十大经济议题 并且做了分析 强调的则是 中国的经济依然稳固 在中国日前发布的第三季经济成长率 稍稍低为预期的5% 是4.9% 对比今年前两季的经济成长率 增速是有放缓的情形 就有分析说 放缓主要原因 包含了疫情限电和房地产的财务危机 不过在中国方面 在新华社所列的十大经济议题方面 则强调的则是 中国的经济依然相当的稳固 另外在中国官方日前发布的是 有关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意见 提到要确保安全降碳 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各项风险 目标也包括了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要在2025年达到20%左右 在2060年达到80%以上 中国已经提出2030年要实现碳达峰 2060年实现碳中和 这份意见说 这是中共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对于在COVID方面 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发言人米峰 昨天就说中国最新一波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疫情 有越来越扩大的风险 发生疫情的地区迅速进入应急的状态 没有发生应急的地区 要加强监督预警 同时也要减少跨区域聚集性的活动 坚决阻止疫情蔓延扩散 在现在呢 米峰表示10月17号以来 中国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的本土疫情 成快速发展的态势 一周之内已经波及11个省份 累计通报133例感染 在这个感染者大多有跨地区旅游活动 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米峰说仍然还是蛮大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上个月底 在加拿大或是回到中国的电讯设备商 华为的副董事长孟晚舟 也在今天回到华为在深圳的园区上班了 在相关的讯息引述华为员工说 在今天已经看到了孟晚舟 在结束了防疫隔离期 回到华为上班 接下来很快的看香港方面的报道 根据媒体报道 香港银行工会最新的指引建议 香港各家银行要申报 那些被认定是违反港区国安法客户的资产 条文引述银行应当适当申报相关的客户资产 或者当银行收到执法部门讯息 而获知或怀疑某一资产涉及违犯 违害国家安全时也应当申报 最后则是国际特资组织宣布 年底前将会关闭香港两个办事处 原因就是因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人权组织不可能在香港自由运作 并且无惧政府的报复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火美剑 下边现场转到台北方面 台北新闻主播接报 一块关心 由他带给大家 来自台湾的最新消息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央广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针对媒体有关中国逼迫教廷与台湾断交等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 外交部有看到意大利媒体引述不具名消息来源指出 中国逼迫梵蒂冈和台湾断交 但教廷要求先设立北京大使馆 泛中关系陷入僵局等相关报道 不过对于媒体引述不具名来源 所透露的讯息或衍生议测 外交部向来不予具体评论 欧江安表示 台湾邦誼友好 各项沟通管道畅通 并有着许多邦誼友好的实证 他说 例如在武汉肺炎蔓延全球以来 台湾都积极地回应 教宗方济各Paul Francis 在愿你受送赞 以及这位兄弟相关的通誉 台湾的政府 我们的民间 还有我们的天主教团体 也是持续的 协助教廷 以及相关弱势族群来抗议 展现台湾可以帮忙 Tiwan Can Help的精神 并且获得教廷许多正面的回应 令我们看到今年7月 教宗他进行手术的时候 有多达92国的政要来慰问 在教廷官网的感谢名单上 我们看到蔡总统是名列前茅的 另外10月份 我们的国庆 教宗也特别致劣给蔡总统 他为台湾人民 以及我们的和平繁荣 由衷的祈福 欧教案进一步指出 种种情势显示 中国地下教会遭受更严重的 胁迫打压 各种逼迫手段变本加厉 对于中国宗教自由 及人权状况每况愈下 国际社会不断表示 高度关切与谴责 欧教案表示 外交部将密切观察 中国压迫宗教自由情形 期盘中国境内教友 能够真正享有 普世价值的宗教自由 及基本人权保障 外交部也会持续推动与教廷及天主教会的合作 深化台犯基于共享理念的长久邦仪 针对联大第2758决议建满50年 外交部发言人 欧教案今天在回应媒体询问时重申 台湾历经民主化过程早已是民主国家 我国是先进民主国家的事实 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 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 才有权在联合国体系等国际场域 代表台湾2350万人民 中国政府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 自然无权在国际上代表台湾人民 欧教案指出 台湾有贡献世界的决心和能力 是全球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 呼吁联合国切勿一再屈从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 将台湾排挤在外 欧教案表示 台湾秉持专业务实有贡献原则 持续推动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 与世界各国共同合作 追求全球永续共融的发展 这是我国身为负责任国际社会成员 所应善尽的国际责任 更为我国作为主权独立国家 所应享有的自然权利 接下来关心的是 经济部统计处今天公布 9月工业生产统计 指数138.97 年增12.24% 其中占比最大的制造业 年增12.78% 两者都创历年单月新高 及连续20个月正成长 观察主要中业表现 电子零组件 机体电路都创历年单月新高 一基面板及其组件 创历年同月次高 电脑电子光学制品 也创历年单月次高 统计处也乐观认为 随着疫苗接种率提升 欧美年终消费忘记备货 预期10月生产指数 将比9月增加 统计处副处长 黄伟杰说 目前1到9月份的平均的 制造业生产指数 已经到了131.20%了 那去年一整年的 制造业生产指数 平均年 平均的制造业生产 才117.15%而已 所以基本上 有很大的Range 所以应该是 接下来即使是 11 12月份都持贫 还是会创历年新高 不过统计处也强调 全球仍然笼罩 COVID-19变种病毒风险 加上中国大陆实施 能耗双控干扰供应链 产能调配 升高全球经济成长的 不确定性 另外随着疫情禁区稳定 以及中秋廉价 实体通路人潮回流 民众消费力道 见次回稳 9月零售业营业额 3254亿元 比8月增加1.8% 年增1.3% 至于餐饮业 已经连续5个月负成长 尽管10月可能收贵5倍券 但去年极其高 加上民众未必用在餐饮 10月翻红挑战大 至于批发业营业额为 1兆零747亿元 创历年单月新高 年增率11.5% 主要是因为国际品牌 消费性电子新品陆续上市 年底消费忘记备货需求 加上新兴科技应用需求 持续扩展 部分货品价格蓄居高档 预估批发业营业额 年增率将持续成长 在疫情方面 国内疫情处于低点 外界关注边境管制 是否进一步松绑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今天在行政院扩大 防疫会议上表示 由于Delta变种病毒株 仍然在国际间流窜 而且国内境外移住病例 也以Delta病毒株为主 将持续落实边境严管 明年农历春节 防疫旅馆量能不足 对于是否开放国人返台 可以在家中检疫 中央六星疫情协中心协官陈时中 今天表示还在研议中 副指挥官陈宗燕则指出 规划于明年春节期间 暂缓外籍人士专案入境 希望能让更多国人顺利返台 但民众返台必须先订好 防疫旅馆或集中检疫所 他说 请相关专案的这个人 外籍人士的部分 在明年春节之前的这段时间 就暂时你要嘛就提早 要嘛就等到这个春节之后再入境 让那一段时间 可以让国人可以顺利返国 但国人返国也一定要去 事先先订好防疫旅馆 或是集中检疫场所 确定返国之后 一定有一个区减的地点 此外最新疫苗人口涵盖率 第一剂达67.7% 第二剂为27.4% 随着疫苗覆盖率提升 外界也相当关注 何时能够开放边境 陈世忠在立法院背群时说 第一剂覆盖率达七成 第二剂达六成时 国内才有抵抗力 在此之前没有开放的本钱 此外疫情指挥中心 今天下午公布 国内新增两例本土病例 另外有六例境外移入 确诊个案中新增一例死亡 立委陈伯伟遭到罢免 国民党是否能够延续这股气势 到年底公投 是各界关注焦点 国民党立委振振前表示 四大公投案 攸关民众权益 也是对行政院长苏贞昌的 不信任投票 他说 欧梦凯则是建议 台中中二选区立委补选 应该和公投在12月18号同一天举行 以节省成本反映真正民意 而外传民进党内掀起 积极面对公投的声浪 将反手围攻 由行政院长率中央及官员 下乡说明政绩 说服民众投下四个不同意票 民进党团干事长 蔡世应对此表示 目前疫情趋缓 党中央和行政部门正规划 重启地方说明会 让民众了解相关政策 苏贵也表明 自己愿意亲自下乡说明 蔡世应说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被问到民众党的立场时 表示公投的重要意义 是社会的对话和讨论 但这个国家却把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 诉诸yes or no 诉诸政党对决 他对台湾政坛这种弱智行为 把老百姓当白痴耍 非常不以为然 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接着来关心的是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举办第二届国际太空站 Kibo机器人城市设计挑战赛决赛 由巴拉圭留学生组成的 台湾代表队 巴拉圭台湾双子星队 获得了第三名 国家实验研究院今天表示 科技部积极培育太空科技 与产业人才 国研院国家太空中心 协助国内学生参与 国际太空科技竞赛 除了主办Kibo RPC 预赛之外 也支援预赛夺冠的 巴拉圭台湾双子星队 参加决赛 本次竞赛题目和第一届相同 只是难度提高 题目为假设ISS再次发生空气泄漏问题 参赛学生必须编写城市控制Kibo上的飞行机器人 精准移动位置和方向做指定动作 完成止歇任务 国研院表示 亚太地区有九国参加24号举行的决赛 这场比赛历时一小时二十分钟 最后只有两队达成任务 第一名是泰国 第二名是孟加拉 台湾代表队虽然没有完成任务 但被列为表现最佳 因此获得第三名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